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 早晚得被抓捕 作奸 2014年5月的一天 我因着聚会被抓捕 那年我才二十岁 坐在警车上 我心里既紧张又害怕 不知警察要把我拉到什么地方 会用什么哭心折磨我 我就切切祷告神 宁死不作优打 下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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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 家是哪儿的 大队长文化 你没听见的 你们为什么抓我 我们抓他了吗 没有啊 我们怎么抓你了 犯人都戴着脚镣和手铐 我跟你戴脚镣 戴手铐了吗 那为什么把我戴到这儿 这里是思想教育学习班 专门给你们信全能神的人 开班的 我们是看你年轻 没送你去看搜索 把你带到这儿 都是为了你好 你只要好好转化 把你知道的教会情况 都交代了 保证不信神了 就放你回家 说说吧 谁通知你来聚会儿的 和你一起被抓的那个女的 是不是教会带领 我们信神就是聚会读神的话 明白真理 传福音见证神 宪法不是规定信仰自由吗 我没有犯法 为什么抓我 信仰自由 信仰自由 那也是有范围的 你得听党的话 按照政府的规定来信神 我们才支持 你们搞家庭教会 不顺从共产党的领导 还到处传福音 让人都信神跟神走 这不是跟共产党作对吗 政府能不镇压抓捕你们吗 我们传福音见证神 是因为救世主全能神 显现做工来拯救人类 让人都看见神的爱 接受全能神的救恩 达到明白真理 蒙神拯救 这对人类 是最好的消息 最好的事 我们又没犯法 你们为什么要抓捕 迫害我们 我们又没有搞什么政治活动 怎么能说是跟共产党作对 行了 你别说了 年纪不大 你现在还挺深 等过两天老师给你好好讲讲 等过两天老师给你好好讲讲 你就都明白了 你们两个好好看着他 从那天起 我的一举一动 都被严密地限制监视起来 看什么 吃饭 睡觉 吃饭 洗澡 上厕所 都被陪觉盯着 不许关门 我感到特别压抑 痛苦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感到结婚 DP 硬带你 应该你看 赶紧看 富队 你 过来 我是国宝大队队长 也是教育转化基地的老师 我接触过你们教会六百多人 怎么样 比你接触的人都多吧 你看 咱们都住在这里 虽然我是教育转化人员 你是被转化人员 但是呢 咱们是平等的 我也不想为难你 说说吧 你叫啥 家住在哪 你越不交代 越让我怀疑 你的家人也姓神 你再保护你的家人 给你跟燕的时间 你赶紧写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 把手拿出来 放桌子上 手心朝上 放我回来 放我回来 不写是吧 怎么样 这是拜托电头 作为不好受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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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你慢慢想 这烟 还很多 我已经被抓几天了 家里人应该能得到消息 安全转移了吧 上好了没 说个名字你怕啥 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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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来 找信料 你放心 我们不会抓你的家人 等你被转化以后 让你的家人接你回家 你肯定转化不了我的 年轻人 话不要说得太早 我说难 就肯定难 这包魔鬼 太残忍了 沈啊 愿你嫁给我力量 一个小孩好转化 先探探他的底 进来 霍队 来 这是陈老师 坐 给你写了三个问题 你一个一个地给我回答 第一 你为什么要信全人神 第二 你信全人神 跟你带来什么好处 第三 你心中美好的愿望 是什么 先说说你为什么信全人神 咱们今天是上课 你可以发表你的观点 放心 我不会打你 我以前信了几年主耶稣 想说了主的很多恩典 我就一直盼主了 后来有人给我们见证全能神 我读了许多全能神的话 看见全能神发表的都是真理 我就认定主耶稣回来了 能发表这么多真理 就是救治主已经显现了 我就接受了全能神 信全能神以后 我天天读神的话 明白了许多真理 看透了 人类被撒旦败坏至深 都否认神 抵挡神 如果不接受全能神的拯救 最终都会被毁灭的灾难中 只有信全能神 才能脱离罪恶 脱离撒旦权势 这样才能蒙拯救进天国 永远享受神的祝福 得到神给人类 带来的美好归宿 你如果多读读全能神的话 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要信全能神了 你说全能神是救世主 这不现实 国际革命怎么说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 谁看见神了 什么捷径人拯救人 那些都太渺茫 让人没法相信 能活着 能出人头地 有名有利 活得幸福 这才是现实 第二个问题 你信全能神 得到啥好处了 全能神发表那么多真理 就是为了来捷径人拯救人 所以我们信全的神 最主要的是得真理 得生命 并不是为了得物质的好处 虽然外表 我们不挣钱 但得着真理生命了 这个太宝贵了 外邦人追求的都是金钱 名利 是吃穿享受 我们得的是真理生命 所以不信神的人 就很难理解我们 为什么这样信神 在人看 好像我们信神 经受苦受迫害 甚至坐监坐牢 好像什么也没得着 但全能神 发表这么多真理 解禁了我们 拯救了我们 使我们脱离了 罪恶的深渊 对我们而言 全能神发表的真理 对拯救人 对人的生存 达到活出 有意义的人生 太有价值 太有意义 好了 第三个问题 你心中美好的愿望 是什么 我信全能神最大的收获 就是明白了许多真理 脱去了许多败坏 找到了人生正路 所以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跟随神 经历神的做工 得到真理 然后能传扬福音 见证神 让更多的人 都能接受 全能神的拯救 都能明白真理 得到真理做生命 这样才能脱离 大灾难的毁灭 才能得到美好归宿 全能神 我奉劝各个民族 各个国家 甚至是各个行业的人 都来听听神的声音 都来看看神的做工 关注一下 人类的命运 让神在人类中间 成为至圣 至尊 至高的 唯一的敬拜对象 让整个人类 都活在神的祝福之中 犹如亚伯拉罕的后裔 活在耶和华的应许之中 犹如神起初造的亚当夏娃 活在伊甸园之中 赵新亮 你看看你 你现在都没有别的话了 这一张口 就是神的话说 神的话说 你已经被神话了 你还是太年轻 被利用了都不知道 我看过一本书 专门讲西方敌对势力 解体中国的三种策略 其中一种 就是利用宗教 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世界观 你看看 宗教 就是外国人迷惑 麻痹中国人的工具 你们信的时间长了 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听 最后谁从外国势力 颠覆共产党政权 这不就是被外国势力利用了吗 现在中国 基督徒比共产党元都多 照这样发展下去 谁爱听共产党的 共产党不就完了吗 国家能不镇压局地你们吗 江山 是共产党打下来的 我爷爷就是老个秘 我们家三代 都是共产党员 我的秘 是共产党给的 谁要是不听共产党的 我第一个不同意 跟他斗到底 领导来了 让我坐来 怎么样 顺利吧 还好 领导 坐 让我坐来 坐 小伙子 好好听课 你看现在国家政策 多好啊 在全国各地 开办教育转化基地 这是为了啥呀 就是为了挽救你们信神的人 政府不惜一切代价 耗费大量人力 物力 财力 请老师 专家 对你们是说服教育 爱心感化 尽力挽救 就是要消除你们的 有神论思想 改变你们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使你们都成为 马克思主义的 无神论者 听党的话 跟党走 早日回归社会 开始新的生活 这样 你们才有好的前途啊 你看世界上 有哪个国家 这样对待信神的人 专门转化 信神之人的人生观 价值观 这是开创了世界的先例呀 你应该感谢党 感谢政府 带着感恩的心 好好地接受国家的教育 是不是啊 看看 领导对你多好啊 现在啊 市里的转化班快建成了 等你被转化了 跟着领导 到市里帮助其他人 多好啊 就这样 我的洗脑课 正式开始了 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 全国公安机关 三月份开始 看着共产党制作的歪曲事实 抹黑全能神教会的视频 听着他们的谬论鬼话 我只觉得荒唐透顶 怒分难平 六月二日晚 他们突然让我观看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报的山东昭远案 看到共产党公然在媒体上 将这起恶性杀人案 栽赃给全能神教诲 我心里特别气愤 也有种阴影的不安 不知接下来 将会发生什么 一日除不尽 一日不受病 看完你们咋想的 对全能神教会 有没有新的认识 回去 把光号感写一下 这几个凶手 也绝对不是全能神教会的人 我们信神是做好人走正道 不做违法犯罪的事 全能神教会传分已有原则 人性不好的恶人 教会一概不要 照页案件 分明就是魔鬼撒旦 栽赃陷害 造谣抹黑全能神教会的 罗队 写来怎么样 还在写呢 我看不给你拿点厉害的 你就不老实 是 是吧 是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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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啊 骂的 不老实 不老实 说 把你知道的教会情况 都说出来 不说是吧 把衣服脱了 把衣服脱了 脱 脱子 眼脱了 脱 脱 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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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快 你们俩 把他摁在床上 打枱子 脱子 歂姥姥よし MUE 说 那个女的是不是教会大理 教会的钱都给放哪儿了 不说是吧 嘴还挺硬的 我看你们硬到什么时候 来 说 教会的钱放哪儿了 不说是吧 神儿 神儿 求你与我同罪 加给我力量 不管多痛苦 我都要真理得住 来 喂 爸爸 你在干吗呢 爸爸正在工作 正在审问一个杀人犯 你这个杀人犯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等爸爸忙完了 爸爸再回去 教不教代你这个杀人犯 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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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不说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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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爱不给你那顶厉害的 你就不了好事 把他给我放开 站起来 站起来 站到这儿 还怕吗 想不想常常 看谁倒在身上的嘴 站这儿别动 你都知道几个交会 你们都在哪儿聚会 说不说 我啥也不知道 说不说 这壶水不开 再去烧一壶 刚才的水不开 等会儿 让你尝尝一百度开水的滋味 把水烧上 走 沈儿 我害怕人输不了 我 求你嫁给我力量 信心 就是一根独木桥 贪生怕死 难通过 活出性命 能踏实通行 等着 谁马上走 谁马上走 你 你说 这一百度的水 都在身上会是什么嘴 站住别动 把你知道的教会情况都说出来 把你知道的教会情况都说出来 教会代理是谁 奉献款在哪儿 说不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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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尽的教会 这荒教以外的 就是叫破喉咙 也没人听得见 羊就等着 狗哨咒 men protesting сос 而是 这练锹的 只有天赋 稀 动手 都不 aan 是吗 是吗 我忍受不了了 求你保守 交不交代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 就能猛虎过关了 这干什么的 白尿的 到底干什么用的 还记得 你要它也没用 今天 我就帮你废了它 说不说 教会的钱 都放哪儿了 教会的钱 都放哪儿了 教会的钱 都放哪儿了 拿开 说不说 我 我 我实在承受不住了 这魔鬼 太邪恶了 愿你保守我 不背叛你 当人 把命都豁出来之时 那么一切 都不在话下了 谁也不能将其难倒了 什么能比命更重要呢 所以撒旦在人身上 无法再做什么 撒旦哪人也没办法 站过来 往这儿走 过来 着不着的 快点 交不交代 我什么也不知道 直到啥 你说啥 孩子 你赶紧招了吧 你何必受这苦呢 你赶紧招了吧 我们抓了你们好多人的 你不招 别人也会招的 这是给你一个机会 给我让开 şam Should've been there 你看我们一起来 烤的 剩下的剩下 这可魔鬼是要把我躺死 要不我少说一点 能减轻点痛苦 叫他一点 是不是又大呢 不能绝对顺服我的行为 是背叛 不能忠心于我的行为 是背叛 不能维护我的见证 与我的利益的 是背叛 沈啊 我宁可死 也不左右他 没事 咱们慢慢来 今天 我有的是时间好好陪你玩 烧不烧 烧不烧 我说 这都被谁砸下去 你头皮就开花了哈 到了啊 我怕了哈 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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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口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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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的我 仿佛置身地狱 这个魔鬼 没有一点听手的意思 还要继续烫我 滚烫的开水 一次又一次地破下我 我感觉 他们是非要折磨我 到否认神 背叛神 把一切事都交代出来 否则 是不会罢休的 痛苦到一个地步 我想到了死 死了 我就不会痛苦了 也不会因着软弱 而背叛神 说 说 我就先假装答应 与警察配合 说 说 想照合适的时机 寻死 嗯 算你识相 把他带过来 呢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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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把你知道的教会情况 都说出来 快说 你们这有几个教会 北渊教会 还有呢 说 难成教会 再说 没有了 真没有了 没了 我就知道这两个教会 认识的人也不多 因为抓得这么厉害 他们都躲到外地去了 找不到了 那教会的钱呢 都放哪儿了 我真的不知道 要是让我知道你敢骗我 再叫你借我开水 一直对 一直对 怎么样 只要 去那边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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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你看了山东昭远案件 说那是编造的 你知道中央一台代表什么 政府能在这个台上瞎编吗 政府说你们是邪教 就是邪教 说你信的是不是邪教 是不是 说不说说 焦点访谈已经播了 你们教会就是邪教 看老百姓怎么恨你们 这次非把你们一网打尽 彻底取缔 李自卑 行政策 走 要是让我知道你敢骗我 再找我去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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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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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主任 原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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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出这事 敬给我添乱 你先躺着 等会儿 我带你去医院 啊 到了医院 你就说暖瓶破了 烫的 如果说错话 那 后果 你应该知道 我们走了 这活 我们干不了 这些人啊 都是畜生 人家是警察 我们没法管 也帮不了你什么 以后你自己尽量点 可别再受这儿苦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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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成这样啊 怎么能成这样啊 那瓶破了 被我心疼的 他得住院 医生 又不是 也怎么会担心 像个人 那瓶破了 呢 我没错 还把我眼光 我怎么说 哈哈 我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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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吸 rit 不能打麻药 再疼也得忍着 再疼也得忍着 手术台上的时间漫长而煎熬 看到医生将坏死的皮肤 一片片剪掉露出红肉 我只感到心里发骂 不敢再看下去 当消毒水涂抹在裸露的伤口上 那种事故的疼痛 让我至今难忘 我只能在心里 不停地祷告神 呼求神 这宝木柜 太残忍了 把我烫成这样 都没有人压 是吗 以后会怎么样吗 是吗 不管以后怎么样 我的伤能不能好 都在你的手中 我都愿舍负你的百步安排 只要站住见证就行 在苦难临到的时候 你能不体贴肉体 不埋怨身 在苦难临到的时候 在神像你隐藏的时候 你能够有信心跟从神 遗忘的爱心还不变 不消失 无论神怎么做 你都人生百步 宁肯咒足自己的肉体 也不埋怨身 宁肯咒足自己的肉体 连事 宁肯仁同可爱 流泪痛苦 也得满足身 这才是真实的爱 真实的细心 连队 咱们又在这里啊 陪那小子到什么时候啊 等找他陪教就好了 他这事你知道吗 他这事你知道吗 昨晚我葬事在这 十点多刚刚睡觉 就听见有惨叫声 我估计是胡歌荣 正在收拾这小子呢 后来惨叫声越来越大 听得我心得咎咎咎 今天早上过来一看 这小子浑身都是泡 红红顿肉都露出来了 幸福那家伙 下手就是狠 怎么办啊 我估计就是她 是想出来了 你在哪里的 你这个都是一小子 你这个人现在这么多 好吧 昨晚上 带我们去了保管教会钱财的家 总共他他们收了一万多 那也太少了 怎么没见胡歌荣呢 去别的专好班了 这两天又抓了不少性权的什么 够咱们忙一阵的 连着七八天 我每天被带到医院接受治疗 换药时 被血水浸透干结的纱布 紧紧地粘在脱了皮的肉上 被硬生生地拔下来 那种滋味 难以忍受 也无法形容 那段痛苦的经历 在我心里刻下了 永远的血的烙印 六月十五日 被开水烫后的第十三天 我的伤刚有点好转 喜能老师 就迫不及待地 开始给我上课 打完了 这是刘老师 好点的吧 现在能坐起来吗 行 那咱们看看视频吧 就在那天晚上 宋老师和几个学生 正走在校门口 一辆货车突然失控 撞向他身边的学生 危急时刻 他迅速将学生推到一边 而自己却被压在车下 他能设计旧人 让他能早日康复 我要做像他一样 优秀的老师 把爱传递下去 你看看 这些人多好啊 设计旧人 遇见危险挺身而出 为别人献身 这才是真正的好人呢 还有刚才那个 放弃了城市安逸的生活 选择在山村开诊所 自己掏钱给村民看病 救了好多人 他们给社会 带来多少贡献呢 瞧瞧 他们说的话 做的事 传递的都是正能量 是啊 你看 他们哪个信神了 这说明啥 做好人 不一定非得信神吗 就是啊 你想要做好人 可以向他们学习 多看看他们的世纪言论 多为国家做贡献 关心老弱病残 扶贫寄困 救人于危难 多做点好人好事 这是积极向上的 是啊 这比信神好多了 你说是不是啊 咱们上课呀 就是互相交流探讨 你有啥想法观点 都可以说 不要有顾虑 是啊 是 有许多人都认为 能做点好事就是好人 我看这种观念不对 有些当官的 也能做点好事 搞点政绩让人高看 但又能做许多恶事 敲诈勒索 贪污受贿 玩弄女人 这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看不明白 有许多民众都崇拜魔王 甘做顺民 甚至甘当魔王爪牙 做陪葬品 这到底是好人是坏人 我看不明白 我感觉 能做最有意义的好事 才是真正的好人 我们传福音 见证全能神 发表许多真理 让人读全能神的话 能归向神 能脱离撒旦权势 达到蒙拯救 得着美好归宿 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好事 为什么反倒被政府定罪迫害 说我们扰乱社会治安 颠覆国家政权 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信全能神 就是让人读神的话 达到明白真理 归向神 顺服神 这有什么错 为什么遭受这样的疯狂镇压 残酷的迫害 我们这么做 到底对人类 对国家 是有利还是不利 到底是在拯救人还是作恶 人应该心里斗清楚 应该让有良知的人说说 我们信神传福音给人 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说的那些当官的 是个别现象 世上还是好人多 你看政府现在 大略宣传弘扬这些好人好事 传递正能量 就是引导广大民众 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这样社会 就会越来越美好 有首歌唱道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你看问题啊 不能太偏激啊 政府树立这些道德模范 让人都献点爱心做点好事 这不错 但能唤醒人类 看透世界邪恶黑暗的真相吗 能让人类 看清魔王的仇恶嘴脸吗 整个人类败坏至深 都在崇拜撒旦 跟随撒旦 都凭撒旦哲学活着 什么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人为财死鸟为失望 人都是自私卑鄙 为了生官出名 互相争斗残杀 在黑暗中挣扎 没有人寻求真理 寻求人生光明的路 这样的人 最终都得死在灾难中 全能神来了 发表这么多真理 就是为了洁净人的撒旦性情 拯救人脱离撒旦权势 让人凭神的话活着 得着神的祝福 不至于落在灾难中被毁灭 全能神所做的才是真正的爱 对人类最有益处 为拯救人类做工作 这才是最大的爱 是最好的人 是圣人 是救世主 是基督 人如果不寻求真理 不接受基督 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有许多人为讨好政府 讨好领袖 做了许多抵挡神的恶 迫害信神的人 这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如果作为好人好事来宣讲 这是不是崇尚邪恶 是不是得罪上天呢 那些把信神的好人 当作坏人来镇压的人 这是好人吗 为了统治人控制人 不许人信神 不许人传福音见证神 这是好人吗 这不是坑害人断送人吗 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抵挡神吗 全能神说 一个人抵挡神的做工 神会将这个人打入地狱 一个国家抵挡神的做工 神会将这个国家毁灭 一个民族起来反对神的做工 神会让这个民族 在地球上消失不复存在 凡是抵挡神残害神选民的 不管做多少好事 都是恶人 都是抵挡神的 都要遭到神的驻足毁灭 小赵啊 你还年轻 看问题太简单 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呢 你得辩证地看问题 任何事物它都有两面性 有善的一面 也有恶的一面 你不能光看不好的那面呢 你一口一个撒旦 撒旦到底是谁啊 你说说 圣经上记着说 大龙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全能神说 撒旦败坏人那几千年 做了无数的恶 迷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在人间犯下了滔天罪行 他残害人 迷惑人 引诱人 与神对抗 他搅扰破坏神 经营计划的恶行累累 撒旦就是魔鬼 是抵挡神的一切邪灵的首领 他控制着整个人类 是世界黑暗邪恶的根源 他一直在迷惑败坏人类 企图永远掌控人类 最后毁灭人类 许多魔王掌权者 都是撒旦的化身 都是邪灵投胎转世 看看现在的世界 人类被败坏到啥程度了 都否认神抵挡神 崇尚邪恶 污秽淫乱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什么恶都做得出来 整个人类社会 乌烟瘴气 天灾人祸不断 人类把地球都糟蹋到什么地步了 生态环境全被破坏了 水 空气 食物 都被污染了 人类简直无法生存了 就这样 各国还在大搞军备竞赛 发展核武器 生化武器 人类就要被现代科学 与自然灾难毁灭了 这都是撒旦败坏人类的后果 更是撒旦掌权 控制人类的后果 全能神显现做工发表真理 审判捷径人类的败坏 拯救人脱离撒旦权势 就是为了把人带入美好的归宿中 然而却遭到了 撒旦恶魔集团的极端仇恨 与疯狂镇压 大喉咙邪恶势力 疯狂地定罪神 毁谤神 还疯狂镇压抓捕跟随神的人 企图取缔神的做工 洗脑转化信神的人 这是不是逆天而行 是不是撒旦的作为 凡是抵挡神的大恶大罪 外表是人做的 其实都是撒旦做的 都是撒旦的作为 人如果不会分辨 就会被迷惑 会配合撒旦抵挡神 最后 被一同毁灭 你知道吗 你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你就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吗 你就站在全能神的一边说话 你已经被神化了 还浑然不知呢 这就是你 你得从这个框框里面跳出来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别再执迷不悟了 你总说换个角度看事 但我是根据事实说话 老换角度看事 能改变事实的真相吗 这样看事说话 是不是才冤花鬼诈呀 我不能做冤花鬼诈的人 我是实话实说 不管你听了高不高兴 我都要说心里话 你说我被神化了 我还远远没有达到呢 全能神发表的真理太多 不是信神几年 就能完全明白的 真能明白真理真是神 那才是神称许的人 是有大福气的人 神在末世 在大灾难之前 为什么要发表这么多真理 就是为拯救人类脱离撒旦的败坏 在大灾难中生存下来 得着神的祝福 进入美好的归宿 那才是真正的福气啊 那才是真正的福气 你真是这样的福气 那才是真正的福气 你走遍天下 无礼寸步难行 行了 行了 你是神的话读得太多了 已经被生化了 等我们多跟你讲讲 你就明白了 从此 西娜老师便昼夜 给我灌输各种谬论细说 赵徒 白天将决马列主义无神论 传统文化 晚上播放歌颂共产党的视频 课程安排的紧密游序 根本不给我一点休息自愿的时间 你这写的什么东西啊 你有没有好好听课 这种洗脑的方式 使我痛苦极了 快背 你看看 这书上说的 邪教的六大特征 你们教会哪个不占 第一条 教主崇拜 你们教会把一个普通的人 当成神来崇拜跟随 可事实上 你们信的就是一个人 这就是你信的权能神 政府早就掌握他的情况了 他出生在西北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高中文化 有父母 有兄弟姐妹 你看 这不就是一个人吗 你们怎么把一个普通的人 当成神来信呢 这是不是太愚昧了 你们把道成肉身的神 说成是人 这就大错特错了 恩典时代 神道成肉身就是主耶稣 做了救赢工作 犹太教罗马政权 也是定罪主耶稣 是人不是神 实行残酷镇压抓捕 还把主耶稣 定在十字架上 结果两千年后 主耶稣的福音 传遍天下地极 主耶稣的名 被万民称颂赞美 末世 主耶稣回来了 神又道成肉身 成为全能神 发表这么多真理 来拯救人类 又被执政党宗教界 定罪为是人不是神 采取疯狂的镇压抓捕 结果仅仅二十多年 全能神的国度福音 还是传遍了世界多个国家 各国各方的人 都在寻求考察 全能神的做工 万国万民 都要归向全能神 这是大势所趋 这就是因为 只有全能神 才能发表真理拯救人 除了道成肉身的神以外 任何伟人名人 都发表不了真理 全能神发表了 数百万字的真理 比历代神说话做工 发表的真理都多得多 真光已经出现 神就是用发表真理 来拯救人类 主耶稣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们听见全能神的话 都是真理 就是神的声音 所以定真全能神 就是救世主降临人间 我们接受了 末世基督全能神 已经归回到 神的宝座前了 你们不信 是因为你们不接受真理 反而信马克思无神论 来抵挡神 与神作对 我们走的是两条路 我劝你们应该 多读全能神的话 如果也能明白真理 看见神的显现做工 这可是蒙福的事 全能神的话 我们不是没读过 全能神说 人类都被撒旦败坏了 需要神拯救 才能进天国 你就不想想 这现实吗 天堂 地狱 谁看见了 就是 神做工拯救人 谁看见了 这都是人大脑 想象出来的 你们信全能神 天天读全能神的话 都失去自己的思想 失去自国了 这不就是第二条特征吗 被精神控制 被洗脑了 被精神控制 被洗脑了 这种说法不对 因为人类是神造的 人类接受神的显现做工 接受真理 这是天经地义的 是正面事物 如果说成是被精神控制 被洗脑了 这是歪曲事实 颠倒黑白的说法 真正的被洗脑 是指人被撒旦恶魔 迷惑败坏 被撒旦的邪说谬论 毒害了 受了迷惑 这才是被邪灵控制 被撒旦洗脑了 神拯救人是正面事物 撒旦败坏人是反面事物 接受反面事物 才可以说是被精神控制 被洗脑了 只有接受正面事物 接受真理 才能蒙神拯救 结局是进天国得永生 接受反面事物 接受撒旦的哲学毒素 属于被撒旦洗脑 结局是沉沦 下地狱 万劫不复 你们把接受真理 接受造物主的拯救 说成是被精神控制 被洗脑了 这是抵挡神定罪事 实属犯了亵渎圣灵的罪 今生来世不得赦免 凡是这样疯狂 抵挡神的人 都已经遭了神的咒诅 注定被毁灭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还教训起我们来了 实话跟你说 我以前信教 陷得比你还深呢 为了信教 我做了两次了 丈夫也跟我离婚了 要不是政府教育转化我 我还执迷不悟呢 现在 我家也没了 孩子也不认我 想想都后悔 你可别这么傻了 你别再顽固不话了 你信的 就是邪教 第六条 危害社会 玄灯神教会 号召信神的人 都得离家尽本分 许多人信神后 都撇家舍业 到处传福音 导致多少家庭破裂 小孩没人做饭 老人没人照顾 这不就是危害社会吗 家庭 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家庭都破裂了 这个社会不就乱了吗 你们这不就是 扰然社会秩序吗 是 你这话说的 不符合事实 这是颠倒黑背 威曲事实真相 我们信神传福音 是为了见证 救世主来拯救人类来了 也应验了主耶稣的话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现在整个人类 都活在罪恶之中 整天为生活忙碌 当官的天天奢华咽了 老百姓被压迫 被剥削 人都生活在困苦 与罪恶之中 不得解脱 这种情况 这种背景 正需要神的拯救 这是当务之急 我们甘愿 披下家庭传福音 坚持救世主来了 这是万民的渴望 人民的需要 是你们政府警察 残酷抓捕 迫害基督徒 导致许多人有家难归 家庭破裂 给我们的家庭 带来了许多麻烦 警察成天蹲坑 跟踪丁烧 把我们娇扰得 失去了正常生活 有家不能回 有地不能种 家里老人孩子 没人照顾 这不都是共产党 残酷抓捕迫害造成的吗 共产党抓住信神的人 打死白打死 还要株连九族 把不幸的亲人 野王死了弊 这是你们的罪孽 是共产党疯狂 抵挡神 残害基督徒 导致天怒人怨 给人类社会带来了 无穷的灾难 怎么能说是 我们危害社会呢 共产党作恶累累 为什么老要嫁祸 给基督徒呢 我们费尽口舌 你一点都没听进去 我看 你真成神话分子了 你真不知好歹 非得狠狠收拾你 你才舒服呢 进去 过去 坐下 让你坐你就坐 放心 我不打你 就你这小身本 也挨不住我几下的 坐下 听说你这段时间 很不听话 是不是在这 过得太舒服了 要不我给你 换个地方试试 政府花钱请老师 天天给你上课 希望你早点转化 你居然油烟不进 你小子挺顽固啊 我告诉你 跟政府对抗 对你没好处 来到这里 你不转化也要转化 不转化 就送你坐牢 我们的政策 我们的政策是 教育挽救大多数 严厉打击极少数 你不珍惜被转化的机会 等进到监狱 你后悔都来不及 叫不让你睡 饭不让你吃 你进去就是吃水上飘 睡粪桶旁 别人家里来探监 可以往卡上打钱 改善伙食 你们信权能神的人 给钱都不行 你就是坐了几年 牢出来 还要送到这转化 你不转化再进去 现在我就要你一句话 你到底转不转化 还信不信神了 你小子真不是好歹 我们昨天刚开完会议 要实行百日攻击战 严厉打击全能神教会 就是狠狠地抓 狠狠地判 以前判你们的时候 还要走法律程序 现在不用了 抓住直接就能判 尤其对你这种顽固分子 始终不转化 直接枪毙 用AK47 砰 一枪 头就爆了 脑浆一下就溅出来了 害怕吗 话我跟你说明了 你乖乖配合 早点转化 我们送你回家 说吧 你是想过正常的生活 还是进监狱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说 你是想过正常的生活 还是进监狱 进监狱 我看你是苦还没受够 小赵 你可想好了 监狱 那可不是人待的地方 你这身体能受得了吗 这小子可真够酱的 这孩子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真是死心眼啊 有他后悔的 过些日子 你还不转化 有你苦做吃的 告诉你 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你还是赶快转化吧 要不以后 有你苦头吃的 今天来的那个人 一看就不是个善茶 我这也是为你好 接下来的洗脑课上 我特别小心谨慎 不敢再直接反驳洗脑老师 就怕他们再把理智队找来 给我实实苦行 我每一天都活在紧张焦虑中 心里痛苦压抑 明知道他们说的都是谬论 还不许反驳 只能忍受 我就祷告神 依靠神 求神与我同在 带领我渡过难关 老连 一会儿带她到会议室 好 小赵 这是教堂的王牧师 让他跟你好好谈谈 来来来 来过来坐 坐吧 一看就是个好孩子 是个真心神的 小弟兄 你的事啊 我都知道了 哎呀 在这儿肯定受了不少苦吧 咱们信神呢 得讲究智慧呀 主耶稣说 你们要灵巧像蛇 训良像鸽子 可不能跟政府顶着干啊 家庭教会 尤其是全能神教会 就是不走三字道路 还说 坚持走十字架的路 这不是硬往枪口上撞吗 那是愚昧呀 那是自找罪受 自找苦吃啊 神能承许吗 经商说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 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 必自取刑法 你听我句劝 你要信神 就到三字教堂里信 那是国家允许的 全能神教会 是政府重点打击取缔的 你信全能神 那不光要判刑坐牢 还有生命危险 在共产党的地盘 你不听他的 能行吗 他们让你写保证书 你就赶紧写了 出去以后 你还想信神 我送你上神学院 我儿子就在神学院 每月拿工资 你看我现在 走到哪儿讲到 都有几百人听 我今天来这儿 他们还得请我 专车接送 这多好啊 这就是主的恩典 我这样信神 一方面能得着 共产党的保护 另一方面呢 也能得着神的称许 两全其美 这多好啊 这才叫智慧呀 王牧师 你是挺有智慧 能虽从共产党 配合共产党做事 但即使你享受了 这么多主的恩典 你走三次道路 你敢说 能盟主称许吗 三次教堂和家庭教会 始终在争论这个事 咱们是各有各的领受啊 三次教堂 名义上是信主耶稣 但在教堂里 不许讲启示录 不许讲解主耶稣的话 只许讲爱国爱教 只许听从共产党 顺服执政掌权的 这样信主 能得着主的称许吗 主耶稣说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历代跟随主耶稣的圣徒 他们没有国家政府的保护 他们为了传福音见证神 被抓作奸 甚至殉道 这是为异受逼迫 是盟主称许的事 现在的三次教堂就不一样了 共产党让讲什么就讲什么 连启示录都不敢讲 那信主耶稣 到底该盼望得到什么呢 主耶稣如果显然做工了 政府不让接受 你们敢接受吗 现在共产党 竭力地镇压取缔宗教 不许人信神跟随神 那人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如果这种情况 还选择顺服共产党 这还是信神吗 我对走三次道路 实在想不通 你这孩子啊 对圣经理解得太片面了 受迷惑的都不知道 我给你看段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咋说的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大骑士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主说的多清楚啊 在末世 有假基督出现迷惑人 让我们不要信 你们信全能神的人 一个劲的见证 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是末世基督救世主 这不是迷惑人吗 小弟兄 我侍奉主三十多年了 主回来 我能不知道吗 你听我去劝 主的日子是尽了 但主还没有回来 你信全能神 是走错路了 你赶快向主认罪悔改吧 王牧师 你侍奉主三十多年了 你确定 主回来你就能知道吗 你敢确定全能神 不是主回来了吗 你要这样否认全能神 到时候 怎样向主交账呢 主耶稣预言 默示由假基督假先知出来 这不假 那你说假基督假先知 能发表真理吗 能做审判工作 拯救人类吗 绝对不能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 只能显神迹奇事迷惑人 他丝毫没有真理 这是假基督假先知的实质决定的 今天全能神来了 发表这么多真理 把圣经里的许多奥秘都打开了 接受全能神的人 都是被真理征服了 被神的话征服了 认定这就是救世主的显现做工 所以他们才能这样 前仆后继地传福音见上神 仅仅二十多年 全能神的国度服音 已经传遍了世界许多国家 基督教各宗各派 都有一些人 听见了神的声音 而归向了全能神 这就应验了主耶稣的话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不久的将来 万国万民都要迎接弥赛亚的到来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这是大势所趋 你如果没读过全能神的话 最好不要否认论断神的做工啊 否则亵渎圣灵的罪 谁也担当不起啊 犹太教的法律赛人 抵挡主耶稣 就遭到了主的咒诅 主说他们有祸了 信主却没得着主的祝福 反而遭到主的咒诅 这样信主 还有意义吗 我劝你 不要执迷不悟啊 别再为共产党办事了 免得遭受神的惩罚 你一个劲说 全能神是主耶稣回来的 是救世主显现做工 我不知道你这么说 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吗 全能神 不管他说多少话 他能显主耶稣 所显得神迹奇事吗 他有主耶稣的形象吗 如果没有 那我就不能信 我是根据圣经信神 真是主耶稣的形象 真是驾着白云降临 有大能力 有大荣耀 我才能接受 你现在全能神 有主耶稣的形象吗 他是驾云来的吗 这些都没有 你们就说全能神 是主耶稣回来的 傻瓜才会相信的 你这孩子还真是顽固不化 你懂多少圣经 你可不能光听别人怎么说 你们说的全能神 他不管说多少话 只要不在圣经里 就不是神的话 他说的再好 我也不相信 信神得根据圣经 你如果违背圣经 神不会承训你的 你就是被关进了监狱 受多少苦 神也不会拯救你 现在 你最好做聪明人 识时务者为俊杰 人家是执政党 是神所命的 你不顺服 那不是自找苦吃吗 现在 你应该接受党的教育 赶紧交代 如果真被关进监狱 你就后悔了 我再给你看段经文 就到这儿吧 你胳膊的伤怎么回事啊 开水烫的 咋烫的 咋烫的 警察往我身上交代 警察往我身上交代 还有哪儿 这儿 这儿都有 还有大腿 这帮警察 真的吓得了手 这儿 共产党 就是个无神论 最恨心神的 我们家三代新天主 文化大革命那会儿 把我们一家拉出去批斗 当时我十几岁 他们把我爸 我 还有我弟弟妹妹 一块拉到台子上批斗 好多人都嘲笑我们 整得我们一家 头都抬不起来 那时候穷 被批斗的 他们都给你传过福音吗 腾脱也不想要 这些人都不想要 都不想要 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就想要 你把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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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过好几次 那你咋没信呢 共产党抓得厉害 我们翠瑞信全能神党 好几个都被抓了 还有的躲出去了 我们信神 遭受共产党的抓捕迫害 这是为一手逼迫 主耶稣说 唯一受逼迫的人又服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信神 走的就是十字架的路 你小子太不是好歹了 都一个多月了 一点不转化 我时间有限 没工夫和你瞎费口舌 你现在就给我保证 以后再不信神了 快 大声地说 我信的是邪教 我不说 来 我们想说 怎么办 我们想要 明天 没事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 哪来的报应 我和信全能神的人 打了十年的交道 我就是专门抵挡全能神的人 如果全能神是真神 他为什么不把我灭了呢 神惩罚人是有时候的 和抵挡神的都得灭我 你还嘴硬 你给我大声喊出来 我信的是邪教 那是你说的 我信的是真神 快说 我信的是邪教 说不说 快说 说 说不说 回去 给我好好听课 再不听话 看我怎么说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华民族 经历了如此 接下来的日子 心脑老师 变本加厉地给我灌输各种邪说谬论 逼我否认神 背叛神 在劳动的过程中 元猝的手 泻得 足跌演化成人类的双手 这个演化的过程 是从元猝到人类的重要环节 科学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为人类创造出新的文明 面对人民群众 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 共产党的立当宗旨就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国家外交部长怎么说 如果中国共产党 不伟大光荣政权 那为什么十四亿生命 愿意投胎到中国来 有神论 是迷信落后的 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是其阻碍作用的 我被搅得头昏脑胀 心烦意乱 继续多 感觉自己离神越来越远 每天我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生怕一不小心 中了撒旦的诡计背叛神 这种心灵的摧残 让我备受煎熬 我还想念过去 读神话聚会的日子 特别渴望 能再读读神的话语 哪怕读一段也好 这种心灵的摧残 我还想念过去 这种心灵的摧残 我还想念过去 这种心灵的摧残 我还想念过去 那今天课就上到这儿吧 陈老师 我来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运动过 现在身体恢复一下了 我想干点活 把阿姨们打扫卫生 行啊 那你每天早晨把楼道和办公室都打扫了 哎 好 撒旦 无论多么神通广大 无论多么张狂 无论他的野心有多大 无论他的破坏力有多强 无论他败坏引诱人的本领 有多广泛 也无论他恫恶人的花招与诡计 有多高明 无论他存在的形式 多么千变万化 然而他从来不能创造出 任何一样有生命的东西 他从来都不能制定 万物生存的法则与规律 他从来都不能掌管主宰 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东西 既然是直接成旧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而生 因他而存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主宰的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掌管的 相反 他不但要在神的泉下存在 更要顺服神的所有吩咐与命令 没有神的许可 地上的一滴水一粒沙 他都不能轻易触碰 没有神的许可 连地上的蚂蚁 他都不能随意乱动 更何况是神所造的人类呢 在神的眼中 撒旦不如山中的百合 不如天上的飞鸟 不如海里的鱼泪 也不如地上的蛆虫 他在万物中的角色 就是为万物效力 为人类效力 为神的工作 神的经营计划效力 这就是撒旦的本质 与他本来的位置 他的实质 与生命无关 与能力无关 与权柄无关 他只是一只神手中的玩物 是神用来效力的一部机器罢了 在撒旦的牢笼中 能读到神的话语 这是神对我的怜悯 是神的奇妙作为 神那带着权柄能力的话语 使我特别得供应 受激励 我真切地体会到 神就在我身边 世事陪伴着我 带领着我 我也更有信心 面对撒旦的围攻 为神做见证 你们不用在我身上下功夫了 你们是转化不了我的 到任何时候 我都不会背叛神 这儿啊 马上就要装修了 所有人员都要出去 人家已经定了 要把你 往监狱里送呢 你现在亲三叔都不管用了 不过 我既然来了 就想帮你争取争取 监狱里太黑暗了 咱们这些信神的人 人进了监狱里可遭罪了 你看看这些照片就知道了 你看这张 多惨啊 这些人呐都是信神的 有的被判十年 还有二十年的 你都不知道 他们在里面受的什么苦 经常受虐待 受折磨 有的都死在里边了 我看你啊 是个真心信神的 素质也挺好 他没让你写不信神的保证书 你就赶紧写了吧 出去不照样能信神吗 何必在这受苦呢 王牧师 你的好意我领了 但我认为 神见察人心肺腑 人在做天在看 信神的人 得谨慎自己的一言一心 神要按照个人所行的 来定人的结局 王牧师 你说的那个保证书 我绝对不能写 你就别费苦心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听说 他们这两天 就要送你去监狱 你没时间了 想回家 就赶快按照他们的要求 把保证书 毁过书 决列书 都写了吧 哪怕你不全写 只写一个保证书呢 你们老逼着我写 毁过书 决列书 这是让我否认神 背叛神 是坑害我呀 你不要勉强我好不好 洗脑班为什么总要强人所难呢 为什么不给人自由选择呢 小伙子 你这么说 可真误会我了 我这么大岁数的人 苦口婆心地劝你 苦口婆心地劝你 屠傻呀 我是实在不想看到你坐牢 毁掉大好年华呀 我不勉强你 你起码写个保证书 我好帮你说话呀 你啥都不写 我可怎么帮你呀 保证书我也不写 那这样 我按他们的写 我给你写一份 你照着抄 我是绝对不会 亵渎神 背叛神的 行 不让你为难 你看看 这三条行吧 出去后 你能不能保证 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我们信神又不犯法 这个我可以保证 第二条 保证不信邪教全能神 全能神不是邪教 我不邪 保证不参与全能神教会组织的各种违法活动 这个可以保证吧 我们全能神教会 本来就不做违法的事 可以保证 第三条 遇见传福音人员 保证不听不看 我已经信神了 我已经信神了 不需要别人给我穿福音 这个可以保证 谢一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是谁 你的保证书我看过了 这样写不行 这都两个月了 这么多老师给你讲课 你怎么就由言不尽呢 看看这些老师 为你付出了多少 你就是一个不会感恩的人 我今天来 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你要保证不信神了 就能回家 你要坚持还信 我马上就能送你进监狱 你说 还信不信了 你好好想想 神啊 你主宰掌管一切 我的命运在你手中 无论给我判刑几年 在监狱受多少苦 我都愿顺服你的百步安排 站住见证 荣耀你 说吧 想回家 还是进监狱 随你们的便 我既然接受了救世主全能神 找到了败坏人类的蒙整就知道 就不可能放弃 不管我背叛多少年行 受多少痛苦 我都要跟随神走到底 这就是我的选择 行 算你小的有种 收拾东西 明天就送你去监狱 行 心灵 以后啊 学聪明点 别老是那么教 太教了吃亏呀 那这水杯送给你 到时候我都建议去看你 谢谢 愿神祝福你 赵清令 接你的人到了 走吧 走了 你身上的伤和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不许告诉任何人 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 好了 你可以回家了 回去以后 每周到这里报到一次 以后不许离开本县 听到没有 这几项规定 你看清楚了 我以为 这次肯定是被判刑作戒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警察竟然宣布把我释放了 交给当地公安部门监管 命令我定期到派出所报到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真的吗 我这样坚持信神 还一个劲地反驳他们的谬论 怎么突然就给我释放了 那一刻 我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 这就是神给我开辟了出路 就是神保守了我 我心里一个劲地感谢神 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泪水 我看见神的全能奇妙作为了 神太爱我了 若不是神的拯救 我肯定死在洗脑班里了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些恶警魔鬼太狠毒了 太没有人性了 我见识到什么是魔鬼了 这些人披着人民警察的外衣 心肠狠如毒血 真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呀 今天我能从这魔窟走出来 是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只有神是真实地爱我 是全能神拯救我脱离撒旦的魔爪 神太可爱了 无论什么时候 再苦再难 我都要跟随神 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来环保神的爱 我都要跟随神 许我们极大的爱心 稍不小心就会失脚 因为这不工作 不同以往的人和一步工作 神成全地就是人的信息 既看不见又摸不着 神做地就是人的信息 化语成为信息 化语成为爱心 化语成为生命 大道人都白金凹脸 具备高于月薄的信息 需要人都受极大的痛苦 百般的折磨 不论何时 都不离开神 当人都顺服之思 对神有极大的信息 神的这一步工作 就算结束了 神的这一步工作 就算结束了 就算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